2020年,越南已近3%的GDP增速,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外界看来,越南大有成为下一个国际产业转移目的地的潜力。 越南能成为下一个中国吗?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做出解答。 2019年,施展曾到越南调研,他发现部分中低端产业由中国转向越南,这其实是一种供应链的溢出,并非产业转移。 到越南看的结果是根本不是什么转移,而是溢出。 那么我们在谈转移的时候就必须要问是哪些环节转移了,是当年的哪个车间转移了。 而转移到越南去的那些车间,实际上就是当年的组装车间,最终的组装环节。 原因很简单,组装环节它拿出来的就已经是终端产品了,终端产品是直接要卖给消费者的,它会直接面对关税的冲击,所以它转到越南去,贸易条件好嘛。 但是在上游的那些供应链的环节,我生产的是中间产品,又不如中端产品,所以我就犯不着转到越南去。 施展表示,中端环节是2C的,品牌为人们所熟知,而留下的中间环节是2B的,人们本就不熟悉。 新闻传播效应导致人们出现了某种认知偏差。 像这些供应链环节,像东南亚的溢出,它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以中国为中间的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变得更大了。 整个东亚供应链网络的生产的效率跟生产的弹性,这两重能力同时满足的能力就会越强。 所以在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技术跃迁的前提下,我仍然认为制造业向这边的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向这边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施展指出,越南经济规模小,放在中国城市GDP的排行中,越南排第八,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 即便人口规模与广东相差无几,成为下一个广东难度也很大。 施展认为,越南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 原因在于,你要想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你就必须得有自己完整的工业部门体系。 而要有完整的工业部门体系,这里面很重要一点,你必须得有自己的独立的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它的产业特征和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是相反的。 重化工业是高资本,但是后发国家资本匮乏。 就重化工业的投资规模而言,低就业,它的就业规模是不成比例的。 那就意味着,在后发国家要想出现自己的重化工业,纯靠市场过程是没有机会的。 施展指出,重化工业必须靠国家不期代价地投入大量资本,花大力举去扶持。 但越南很难,如今越南想要与美国结盟,就必须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 但这就意味着无法用国家的力量来扶持重化工业。 这不代表越南发展不起来,它仍然有机会发展很好。 前提是,它的经济跟另外一个有中华工业的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的嵌合关系。 而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所以,在可预见未来,我认为越南跟中国仍然是这样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